2017年12月 上海御园 园内珍藏的一件文献铭记 正被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 这块独特的石碑上 是诗人徐志摩的画像 由画家胡亚光画成头像 再由张大千补写依据完成 上世纪八十年代 古籍修复界泰斗赵家福 将此画像刻成石碑 今天他的得意门生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的张品芳 又将为这块石碑做踏片 做踏片是一项古老的技艺 古人没有印刷术 将文字图像刻在石碑上 后人在用踏片的方式 把内容拷背下来 我是1961年经上海图书馆的 张品芳老师 八十年代的时候 开始跟着我学这一行的 我说也能够耐住这么 坚持了三十年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做这一行很枯燥的一行 上海图书馆有这样一个传承 所以才能把它这个传统的东西保留 自踏入古籍修复这个大门 张品芳从事这份工作已三十年 如今他是全国为数不多的 能独立完成从转客到船踏和踏片修复的专家 做踏片是记忆和体力的结合 温度 湿度 纸杖 手艺 每一个因素都不容忽视 将近一个小时 一刻都不能停歇 一张完好的踏片 终于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对我来说 每一次修复都是一次修行 每一本古籍我都尽全力修复 重现它稀热的风貌 作为上海图书馆 古籍修复第三代传人 我时常感觉任重道远 我想把我所有的记忆和经验 传设给年轻人 也希望他们站在我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 走得更远